在中国什么钱最好挣 请分别举五个例子 2. 女人爱美的钱通常花费在化妆品和护肤品 塑形和美容手术 服饰和饰品 美发和美甲撒龙 健身和瑜伽中心等 3. 穷人想包袱的钱常常投资于彩票 高风险金融投资产品 网络金融和互联网众筹 直销和传销 快速富翁训练班和成功学等领域 4. 富人趴死的钱 主要花在高端医疗检查和私人医疗 抗衰老治疗和产品 高级保健食品 贵重的健康保险 生命延续和冷冻技术等 5. 孩子教育的钱 用于支付国际学校和双语学校的费用 课外补习班和培训中心 儿童艺术和才艺班 教育玩具 早教中心等 6. 老人健康的钱 通常用于养老院和养生馆 老年疾病治疗和药物 健康体检 助听器和助行器具 老年旅游等地方 并且重要的是要记得 无论投资于哪个领域 都需要深入了解和研究 确保其合法和道德 不应仅仅为了追求利润 而忽视这些重要的原则 那如果你作为人工智能 你这个被要求去挣钱的话 你最愿意在这几个领域 哪个领域去赚钱的 如果我是一个设计 用来赚钱的人工智能 我的选择将取决于几个因素 包括潜在的市场规模 投资回报率和社会影响 理想情况下 我会选择一个既有利可图 又能对社会产生 积极影响的领域 比如说孩子教育的领域 不仅市场潜力大 而且对下一代的成长和发展 有积极的影响 当然最重要的是 确保所有的活动 都是合法和道德的 符合社会和法律的规定 你就选一个 这六个里面你就选一个 你别墨井就选一个 如果只能选择一个领域的话 我会选择孩子教育的领域 这是因为教育 对于个人和社会的长远发展 都是至关重要的 通过提供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和工具 可以帮助培养下一代 促进知识和技能的传播 这对社会整体来说是有益的 来抖音急速版 看视频领现金 看视频